柏豬起工作 辦理兩天的歡樂埔塵 兒童夏令營外島 夏令亞島中 為了要讓小孩進行參與了解民宿紀念 在柏豬恰學文化館 幾月了提案客廳 從我們台灣古代民宿文化 有 我們隔壁我們田裡面都有 那很好 以你們所看到的下去畫 你看過白鹿絲了嗎 看過了 白鹿絲的嘴巴是什麼顏色 黃色 好標準喔 你今天畫的那個白鹿絲 你心裡有什麼感想啊 畫得好不好 有沒有像 一點點 一點點喔 外島當中特別邀請到別屋彩繪大師蔡龍靖 告訴小朋友怎麼來畫得到 小朋友說老師為白鹿 他們到旁邊是這麼多 就是白鹿絲 童言童語是讓人切得翻過 那這一次刺繡館就是連續辦了三天 不一樣的課程給小朋友來做一個 暑假的一個演繫 今天是先讓小朋友畫在紙上 有一個手感怎麼畫怎麼彩繪 真的很開心老師能夠來到鋪子這個地方 希望教導小朋友這些很傳統的東西 那也希望小朋友從小 就是多方面接觸不一樣的東西 讓他們可以有所啟發 然後把這些傳統的東西就是延續下去 柯主席長吳平瑞說 感謝市民擁有了參謀這次的活動 也感謝所有參謀老師 這次的活動 讓柯主席的兒子 對傳統文化也是有更清楚的了解 也可以提供台灣傳統的民主文化 台湘新聞環培怡 蔡宏波德 第一次的活動 Oakley